花蓮市靠近金山角商圈的一处民宅 17号上午发生火警意外 火是从三楼的阳台窜出 屋主自行逃出 但是全身有60%的烫伤 意识还算清醒 而警消也将上紧急的送医 至于这起意外 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一辆消防器材车 一辆消防器材车 一辆没有算好距离 撞上了一台满载鸡蛋的小货 货车还颇及到其他的车辆 还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浓浓灰烟不断从阳台窜出 花蓮市中正路一处民宅 金船发生火警 切信南屋主和他的姐姐两人 被救出后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然而火不单行 其中一台来支援的器材车 却与一台火车发生车祸事故 熟熟烈火从三楼阳台窜出 17号上午7点20分 花蓮市临近金三角商圈的一处民宅 52岁的谢行屋主虽然自行逃出 但全身60%的三度烧躺伤 一时不清 二楼谢行屋主的姐姐 则被警销救出惊魂未定 两人都送往医院急救 但这起意外后续还有案外案 满地都是破碎的鸡蛋 看起来实在惨不忍睹 据了解一台来支援的器材车 在中正和平路口跟一台载满鸡蛋的火车发生碰撞 之后又跟两车发生擦撞 疑似是因为器材车勾到火车棚架 才发生碰撞事故 现场共三车发生擦撞 车火现场距离火警只有500公尺 警方货报也已经到场处理 至于火警由于屋内有许多木造装潢 所以警销赶到时还不断冒出真正浓烟 索性火势约在30分钟后控制住 燃烧面积约20平 触估财损约10万 而详细火警跟车火原因 警方也会进行详细调查 厘清责任归属 记者继续报道